电视剧《锦心四域》中,为了查出杀害母亲的凶手,十一娘假装怀孕,本想逼凶手出招,却被徐令仪误会。 徐令仪误会十一娘假装怀孕是为了争宠,好在十一娘及时讲出真相,这才让徐令仪放下猜疑,并想着让十一娘真正怀孕。 十一娘和徐令仪两人会结婚都是因为原娘的算计,所以徐令仪和十一娘之间一直有误会,两人在相处之后才发现了对方的人品,才知道误会了对方。 徐令仪才开始对十一娘上心,本想着和十一娘交换礼物,看着无动于衷的十一娘,徐令仪亲自开口索要,等鞋子到手,徐令仪又贴心地包着,不敢把鞋子弄脏。 两人都被对方的真心感动,所以感情来得也很快,虽然他们不是一见钟情,但徐令仪已经把十一娘当作此生之爱,为十一娘争夺她应有的体面,面对徐令仪汹涌澎湃的表白,十一娘却有所抗拒,她还想着为母亲报仇,徐家还有一个独留存在,这让她无法安心做徐家的主母。 为了逼凶手露出马脚,十一娘决定布局,想用假怀孕的法子,逼凶手再次动手,十一娘假装怀孕的法子,还没有让引起凶手动手,却让徐令仪误会了十一娘。 十一娘误会十一娘想争宠,才会用假怀孕这种招数。 十一娘对徐令仪讲出自己的苦衷,徐令仪才知道自己误会妻子,更是决心帮妻子找出真凶。 知道真凶后,徐令仪才知道妻子隐忍多年,更是心疼十一娘。 十一娘母女会遭难,和徐令仪也有一定的关系。 所以,徐令仪想帮妻子完成心愿,帮她查出凶手,只有这样才能让十一娘不再烦恼。 如果不是因为原娘,十一娘和她母亲不会回京都,十一娘更不会想着逃婚,也不会让姨娘遇害。 有人在背后盯着十一娘,更有人记恨十一娘。 徐家的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,十一娘宣布怀孕,就是在告诉所有人,当家主母怀孕。 如果再生下儿子,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上位了。 十一娘用自己当耳并不是为了争宠。 而是为了刺激凶手。 十一娘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徐令仪,徐令仪却开心地笑了。 还用开玩笑的话,为了假戏真做,她乐意帮十一娘怀孕,让她真怀上一个孩子。 徐令仪对十一娘动情之后,连哄十一娘开心的话,都让人脸红。 得到丈夫的支持,十一娘终于有了强硬的支撑和倚仗。 十一娘更有信心查出谁是凶手,徐令仪并不是无情之人。 原娘的逼迫让她沉默寡言。 但是,在十一娘的感染下,徐令仪渐渐放飞自我,对十一娘的感情更是如洪水猛兽。 十一娘看到都想躲避,徐令仪在外人看来如寒冰不可接近。 只有和十一娘在一起时,徐令仪才会开心地像个孩子,只想躲在十一娘温暖的怀抱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